當作奴仆來拆遣 當然是沒有行政中義啊 那不是公然綁標什麼公然綁標 再多的忠貞 抵不過貪官污吏 謊話講一千遍就是真的嘛 民粹話就不用討論議題的內涵 從頭到尾叫反萊豬公投 他從頭到尾文不對題 他還可以把他講完耶 我也是很佩服他 謊言永遠不會變成事實 民進黨現在就是看準你 你看田裡人民 看田裡在野黨 你就是沒有用啊 對的不是政府體系 我們現在是執政黨把政府體系給綁架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把那些國家公務員 考試的這些官員 這些官員也是官員沒有錯 在英文裡面都叫officer 對不對 可是跟你的性質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是選舉 你是政務任命 你必須把這兩個概念給分開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今天 不管是蘇貞張院長 還是蔡英文總統 他們所用的 竟然譬如像核四公投的 辯論 你怎麼可以把台電的核電促展 他是一個事務官啊 你怎麼可以把他綁架來這邊 來跟你 為你的政策 背書辯護呢 這是很過分 因為他過去 他就是要把電廠 只要今天電廠在了一天 他的工作就是要把電廠完成好 我們沒有看過一個公務人員 自己做完的事情 然後後面回頭說 我簽名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是這個樣子 我當初簽不是這個意思 公文書啊 大哥 所以我覺得今天沒有把事務 跟政府切割開來 是我們政府很壞的事情 他今天這樣做 我覺得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惡果 也就是以後所有拿到政權的人 通通把這些所謂的公家機關的這些事務官呢 當作什麼呢 當作奴仆來拆遣 因為我們要知道 我們常常講 這個官員是公仆喔 我跟他講 公仆是誰 政務官是公仆 事務官 他是辦事員 你不能講到公仆 他就是公務人員 執行公務人員有官征 有他的應該要給他的基本尊敬 我們在唐朝的時候就講了 申言書判 我常常跟我的觀眾分享這段歷史 唐朝的時候官員要四個標準 申 長得像貌堂堂 言 言得恰恰當當 書 當時要寫書法嘛 你要寫的正 你要寫的這個書法要寫的漂亮 也可以說你寫的字 寫的內容要有內容 然後判 你判決要合乎情理 情理法 其實就是做官員有一個標準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官員 是沒有標準的 他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甚至可以說顛倒是非 譬如說這個事情是你的政策 你偏偏要人家來背書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回到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說有沒有行政中立 不要說行政中立 連最最基本的就是 你到底是什麼性質的官員 你都搞不清楚 還要講行政中立 我覺得都太遙遠 那當然是沒有行政中立 只是已經搞到這種程度 然後我們的社會好像也無感 這個是我更擔心的事情 就是其實大家看到 如果官員 欸 你想 他說我沒有用 我沒有用這個政府的錢 我們是用黨的錢去 去掛看板 去辦這些活動 問題是你蘇貞昌院長 你各級的長官 現在有人在辦公嗎 全國世界趴趴照 全台灣兩千一百場 兩千一百場要動多少官員 要掛多少扛棒 我最近在高雄 我們高雄叫扛棒之都 到處都是扛棒 很多地方根本啊 過去沒有扛棒的 都掛起來 為什麼 因為一個扛棒補助五萬 那邊補助三千五千 我在我家外面 掛一個旗子算不算扛棒 那不是公然綁標 什麼公然綁標 那請問政黨的錢 從政黨補助款來 政黨補助款是不是老百姓的錢 所以這個都是環環相扣的 那羊毛出在羊身上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行政不中立 已經不要說行政不中立 是根本沒有這個觀念 這個才是最恐怖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上到街頭來發個機牌 雖然是一個柔性的訴求 但是也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活動 來告訴大家說 有一些很基本的觀念 如果都沒有的話 不要說什麼台灣有很 現在什麼兩岸壓力啦 國際緊繃啊 中美交鋒 台灣受害 都不用從內部就瓦解了 自古以來的王朝 通常死於內亂 遠帶外患 縱使是蒙古的時候 元朝人非常的強大 然後打宋朝 宋朝是誰把自己打死了 是最後南宋有一個奸臣叫賈士道 把自己幹掉的 賈士道指無能 他出去打了大敗仗 結果他回來宣稱大勝仗 那為什麼蒙古人退兵 是因為剛好他們死了大寒 要換人而已 所以這樣宣稱 結果 宋朝就完蛋啊 他就自己把自己完死啊 否則宋朝抵禦了蒙古人 抵禦了四十五年啊 結果最後繞著軍民十萬人在崖山 抱著最後一個皇帝叫帝炳 連名字連那個帝號都沒有 他叫趙炳 仲朝國慶趙 趙炳 只能叫做帝皇帝炳 抱著他 陸修夫到著他 送過三姐 陸修夫抱著他跳海致盡 只能繞著這個下場 再多的忠贈 抵不過貪官污吏 再多的忠贈 抵不過內部的內奸啊 講白是這樣 那今天恐怖的是 內奸永遠會說 正義的人是內奸 這是最壞的事情 還有那個民進黨 是個不同意公投宣傳 砸了幾千萬 相較於國民黨 跟民間提案人 這樣子的資源 好像不太對等 那是絕對不對等 現在民進黨 迷信一個事情 迷信宣傳的力量 為什麼呢 因為從2019年以來 他選舉 他其實透過宣傳這個事情 他其實很順利嘛 也就是說 我今天不管是什麼樣的訴求 不管正不正當 恰不恰當 我只要大量砸錢下去宣傳 就會成功 套聚納粹的宣傳部長 叫戈培爾 謊話講一千遍就是真的嘛 那為什麼要舉辦兩千一百場 魔術數字各位 一千遍爭一次 兩千一百場 不就爭二點一次嗎 對不對 所以兩倍的真實 難怪現在民調在拉近啊 可是我一直覺得 我們的公投法是漏洞百出啊 你也沒有規定要多少錢 然後你也沒有規定說 可以宣傳多少 甚至沒有規定政府哪些人可以宣傳 其實這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覺得 今天其實就是通過了 政府也可以不理你嘛 我們講一個直百人 以和兩獄公投 把條文廢除掉 政府說廢除條文是廢除條文 執行是我在執行 所以我政策不變 這什麼道理啊 大家知道喔 公投的精神在歐洲裡面 是怎麼幹的 英國人脫歐公投 這個打到流血 又如何 對不起沒有重來的機會 民主自由 民主投票就這樣 自作自受 自業自得 你既然要這樣選 對不起就這樣承受 所以今天如果投票 一二一八 大家自己不願意站出來 大家不願意去理解 到底在投什麼 到底在忙什麼 在忙呼什麼 這個歷史哥阿文啊 神經病 花錢來這邊發雞牌神經病 我們不是神經病 我們是因為擔心台灣的未來 我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支持或不支持我 討厭我或怎麼樣 至少這個選舉 請你站出來投個票吧 去理解一下議題吧 上個禮拜我自己去街訪 真的是非常令人憂心喔 十個裡面呢 能夠問到一個 知道一二一八的投票 很多了 我們距離投票不到一個月 再來 四個議題裡面 能夠講出兩個議題的 可能不到一半 今天剛才隨便問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 我們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 台灣的未來 我們自己都不關心自己了 然後每天 怨聲載道 對著北京怼 把對方的領導人罵著 跟臭頭狗屁倒灶 有用嗎 沒有任何改變啊 人家也不管你啊 人家就算想管理也管不到你 不是嗎 這大家都知道嘛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嘛 結果每天會這樣子 然後喊個抗中保台 就出來投個票 然後就很興奮 意義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 但民進黨知道 這招有效 因為我 因為大家都知道 民主選舉裡面 只要把他民粹化 就不用討論議題的內涵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五場公喉說明會到現在 已經辦了三場了 已經辦了第三場 三場了嘛 準備還有兩場 事實上 你去看反方的辯護 是如此的軟弱無力 可是有多少人願意看 我去看了這個王美花 在講萊豬的議題 根本沒有實質的內涵 講義講 從前面講就開始說 這個反美豬怎樣怎樣 從頭到尾叫反萊豬公投 他從頭到尾我們不對題 他還可以把他講完耶 我也是很佩服他 然後講了一圈又一圈 講來講結果說 這個CPTPP啊 但也不會去解釋說 CPTPP美國根本也不在裡面 又跟美國有什麼關係 反正你這樣兜一圈回來之後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講什麼 何四講了一大堆第三場 那簡直就是把前面兩場 全部都已經被變倒的東西 又拿出來講一次 因為一個議題如果他是有力量的 他的論述可以千垂百裂 你可以舉一千萬個例子 但是如果他是謊言 他雖然講了一千遍 讓人家以為變成真相 可是這真相是薄弱的 他是空虛的 真相永遠不會變成事實 就是應該說這樣講說錯 謊言永遠不會變成事實 他講一千遍 只是讓人家以為他是事實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經費的不公平 確實很不公平 然後確實也很過分 你就是沒有用 我覺得是這樣